海航控股公布重整计划 偿债方式公开 9月26日夜间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挂出海航控股及其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 这一计划将在9月27日上午 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审议表决 1 职工债权将不做调整 由11家公司各自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 以现金方式全额经常 3 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本金及利息部分 可在担保财产的市场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长